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给我看任何书 任何读物都没有 我坐在那里 闷得发慌 我就跟他们谈判 我说 可不可以看书 不可以 我说 可不可以看孙中山的 就是他们台湾所谓的国父的拳击 孙中山的拳击 他们说 这个应该可以看 孙中山的拳击 国父拳击可以看 我就说 可不可以看蒋介石的拳击 他们叫做总统拳击 他们说 更可以看了 送给你看 这个可不是少量的 摆起来这么多 蒋介石的拳击 我一再讲过 你们一定没有看过 就好像你们没有吃过狗屎一样 蒋介石自己也没有看完过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文章是别人替他写的 他也未必看得完 可是我在牢里闷得发慌 没有事情做 尤其坐在马桶上面没有事情做 就只好把这个书拿来看 与臭对臭 居然把孙中山的拳击 一看再看 蒋介石的拳击 一看再看 什么结果啊 我变成专家了 所以别人谈这些问题 谈不过我 我变成专家了 最近 我花了一点点时间 又看了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的拳击 也有二十多本 为什么要看呢 因为我老了 我把我的一个书房啊 作废了 运出来一千箱的书 这些书要丢掉吗 又太可惜 所以呢 我呢 就用最快的速度 把它们 该翻就翻 该丢就丢 该减就减 我去顺便 把蒋经国的拳击看了一遍 看了以后呢 有一点点小的资料 跟小的心得 我拉杂的跟各位报告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们不看这些东西 而我看了 你们不吃臭狗屎 而我吃了 为什么要吃臭狗屎 我跟大家说 过去明朝的政治家张居正 讲了一个有名的话 他说啊 搞政治啊 要耐得烦 就是你不能够说不耐烦 这不行的 政治要搞耐得烦 今天我改写这句话跟大家说 搞学问 搞资料 搞证据 要耐得烦 那么我现在为什么耐得烦呢 因为这些书要丢掉了 我顺便就把它翻一遍 首先大家看 蒋经国先生全集 这李登辉提字的 大家看到没有 只剩下封面的 封面这个壳了 其他都被我剪掉了 剪掉了 这是蒋经国的一张照片 注意啊 留着胡子的 为什么呢 他老爸死了 他装孝子 所以呢 没有剃胡子 这是蒋经国 我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资料 我一边看了 一边就摆他 同类的就摆他割下来了 大家看 蒋经国说他们遭遇的困难 看到没有 他认为 各位都不能够松懈的 面对的 这现实问题 哪一种呢 就是 第一个就是 匪谍活动 共产党 第二个呢 是媚外心理 这媚外心理呢 他是说 看到没有 实缺民族自信心 而受西洋所谓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这个呢 都叫做媚外心理 是他们要视为敌人的 换句话说呢 国民党把共产党视为敌人 把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视为敌人 有趣吧 自由主义变成老老不疼 舅舅不爱 在台湾海家两岸呢 老老不疼 舅舅不爱 好 你看蒋经国的另外一篇文章 他叫做演讲 演讲里面的叫做 教育工作者主要任务 他谈到了 共产党怎么样能够瓦解国民党呢 因为第一个 一 利用一般青年的好奇心 二 利用一般读书人的好奇心 三 利用自由主义来打垮我们的三民主义 然后共产党冒用三民主义打垮了三民主义 换句话说呢 他认为共产党能够得到天下 能够打败国民党 除了用共产主义以外 用的是自由主义 看到没有 利用自由主义来打垮我们的三民主义 有去没有去 今天 自由主义在海加两岸不受欢迎 可是看到了蒋经国的这种没人要看的臭狗屎 这种谈话 这种演讲以后 我们觉得他真是采举了自由主义 因为呢 他认为共产党利用了自由主义 打垮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自由主义是这么有效的 我们再看 蒋经国说 你看 我们今天 就是知道如何随时去向青年们拆穿阴谋 和其所谓自由主义的毒计 看到没有 用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毒计来打击国民党的 是共产党啊 看到没有 再看这个啊 看到没有啊 如果言论自由 则无论青年和战士 他们研究三民主义 正是宪法所赋予的思想自由 他们以自由主义来反对我们研究三民主义 就是要动摇我们对主义的信念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打击自由主义 打击自由主义 我们在蒋经国的那些当时这个命运谈话里面 可以看出他明目张胆的锁定了自由主义 是被共产党利用来打击国民党的一个毒气 有毒的一个武器 他毒计有毒的计划 我们再看 为什么冒出来自由主义 开始追究了 这些祸哪来的 祸 看到没有 在蒋经国的一篇建立共同信仰里面 在1952年10月29号 他对正宫干部学校的 讲的 他说什么 他说 他引证了他爸爸 我们的领袖 看他领袖两个字 这个字啊 上面空一格 表示尊敬 在本党 在国民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做政治报告的时候 蒋介石分析 过去为什么 失败 说出一个理由 注意啊 蒋介石说出 大陆丢掉的一个理由 蒋介石说 他们 你们说 过去的失败在军事 在政治 在经济 这些都有道理 但 最主要的是 注意啊 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 北京大学的影响 你看到没有 蒋介石说的啊 北京大学造成了国民党的失败 蒋介石说 北京大学的罪过 是最关重要的 北京大学有罪 北京大学的个人自由 主义 个人自由主义 各种各样的 不同思想 都是一些走了邪路的思想 还有很多教授 都是共匪的帮凶 他们和一些共匪的 职业学生 宣传什么无政府主义的 和共产主义的思想 因此 那些学生出来以后 就把社会基础 破坏了 然后 蒋介石说 他说 我认为 领袖 所说出来的这些话 是千真万确的 蒋介石说 我们今天到了 自由中国 不知有多少人 还留着 留下 北京大学的 读书脑筋 所谓 个人自由主义 其实就是 共匪的宣传 一读 看到没有 不但是怪 自由主义 还怪了 整个的 北京大学 国民党承认大陆失败 是军事的失败 是经济的失败 是政治的失败 可是 看到没有 最主要的是 北京大学的影响 北京大学 冒出来的自由主义 帮助了共产党 打垮了国民党 所以我们现在 在北京大学里面 看到了 这个像 蔡元培校长的 这个像 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笔账 都记在蔡元培 和北京大学的头上 为什么 我这次在北京 没有谈到这一段 因为蒋经国 不值得提他 在那么 重要的讲演里面 我没有把这些 细部的证据 讲出来 今天 我展示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 自由主义 可真是 咸鱼翻身的 自由主义 在蒋经国的 这些 当时秘密的演讲里面 是这样被定位 它是打败了 国民党的 一个重要的工具 我们看到 这一点 这是想不到的 国民党 在台湾 到底 他的遗毒 遗传到什么程度 流传到什么程度 我必须说 今天台湾 一部分人民 头脑 那么不清 那么浑 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那么样的 充满了成见 我告诉大家 这是蒋介石 跟他的儿子 所留下的 宣传和教育 台湾人民 并没有感觉出来 没有感觉出来 他是真的受了 蒋介石 跟他儿子 蒋经国的影响 可是事实上 这种事情 传下来了 影响到台湾人民 我们看看 蒋经国 对共产党的态度 我们在 蒋经国先生全集 第24册 你看我已经摆在第24册 都撕掉了 页页撕掉了 在这176页里面 有一段话 注意啊 这个中文还不错 写的还不错 你看 要求国民党 把武装斗争 带到敌后 使匪伪 内部 永远陷于 分而不能和 乱而不能治 斗而不能停 这局面 我再念一遍 使匪伪内部 永远陷于 分而不能和 乱而不能治 斗而不能停 这局面 换句话说呢 国民党 就没怀好心 就希望 你 共产党内部 分 像 蒋经国的 徒子徒孙 李登辉 说要把整个中国 分零七块 要分 分而不能和 然后呢 乱而不能治 希望他能乱起来 然后呢 斗而不能停 一直希望这样子 所以我讲 可是整个的 带来 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问题不在共产党啊 问题 这样搞下去呢 中国就陷入这个局面 就是 分而不能和 乱而不能治 斗而不能停 这是中国整个的问题 不是共产党的问题 可是国民党和国民党所遗传下的这些教育和宣传 不这样想 就是希望整个中国乱掉 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厉害 或者说全世界都怕共产党 台湾不怕 那么我们看到了 台湾还在继续走蒋介石 蒋经国反共抗俄这个路 虽然不抗俄了 至少还在形式上做反共的路 别以为民进党这样干 马英九 国民党的马英九 还是一脑袋这种思想 所以我们看 马英九向他下跪的 蒋经国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大家看 蒋经国在自己的国家 自己就 演讲里面说 在今日世界上 除了台湾 就没有另外一个地方 敢于喊出反共抗俄的口号 我再念一遍 在今日世界上 除了台湾 就没有另外一个地方 敢于喊出反共抗俄的口号 你看看台湾多厉害 台湾多么不知道天高地厚 台湾多么魅于世界大事 可是台湾不这样想 全世界你们都怕共产党 老子们不怕 看到没有 这是蒋介石 蒋经国的口气 今天 是不是传到了 台湾人身上 台湾人不怕 不晓得天高地厚 当然我们知道 有美国人在撑腰 可是美国人撑腰 也没有撑腰到 说是目前这样子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程度 可是为什么台湾人这样 当我们看到 蒋经国的这种教育 和宣传以后 我们知道 绝非偶然 我们再看 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 提出了一个口号 说我们只是暂时在台湾 我们要回去的 他的口号最有名的 就是一年准备 两年返工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就是意思说 我们准备一年 第二年我们就返工大陆了 然后返工大陆 扫荡供肥 要花三年的时间 然后全后再加两年 五年以后 我们就成功了 一年准备 两年返工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结果 退票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第五年退票 第二年就退票了 一年准备 我准备一年 准备一年以后 第二年返工 不敢去了 不敢返工 后来赶上多久呢 赶上十年 我们叫越王勾建一样 十年 二十年 结果都完蛋了 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都不能成功 蒋介石 不能够返工 在台湾 叫嚣了 二十六年 死掉了 可是蒋经国 出来以后呢 他还是跟他爸爸喊 反攻大陆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了 看到没有 在1976年 12月3号 蒋经国 对国防政策 谈话里面还说 增强 有形 无形 战力 创击 反攻 大陆 看到没有 还在反攻 可是后来 看到没有 到了1978年 1978年5月 对美国的读者文泽 编辑 讲的话 还说 我们从未放弃 复国的目标 灭匪复国的目标 还在说大话 然后呢 代表一个态度 他说 我政府 绝不会 与共匪 伪政权 做任何交往 或接触 这是在 1976年 11月9号的 谈话 今天我们看到了 全水扁的 民进党政府 是不是 在大体政策上面 还走的是这条路 避免 这个接触 还是这样子 可是至于说 马英九他们 连战他们 有什么态度 那是 有冲动 可是因为他们 已经没有政权了 政权捏在手里的时候 这个态度 还走的是 蒋经国的路线 蒋经国 精神不死 蒋经国 英文不散 我们再看 这个书里面 我就随便就这样翻 一边翻 一边革下来 一边丢掉 吃这个臭狗屎 有很多东西 蛮有趣的 一般人这样翻 觉得很枯燥 或者觉得 他说的有道理 因为什么呢 这样觉得呢 因为 看出的人被骗了 我就不会 比如说 我看到这一段 看到没有 在蒋经国先生 全集第四册里面 我看到这一段 他说 讲到 他爸爸 当广州 陈炯明 叛变 国父被困于 白俄潭 永峰舰 就中山舰 或者叫中山舰 上市的时候 领袖 就是他爸爸 蒋经国爸爸 在上海 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不顾一切 深冒危险 从上海赶到广州 在军舰上 和国父 共生死 那个时候 有人叛变了 有的人 做官其变 以为国父 一定完了 只有领袖 才不必 兼威的 来和国父 共患呢 国民党 一路这样宣传 可是 我早就 把它拆穿了 孙中山 被陈久明 炮打 逃到了永峰舰上 为什么当时 蒋介石不在身边 看到没有 蒋介石 蒋介石 在上海 听到这个消息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 跟着孙中山 一起逃到 保护孙中山 一起到永峰军舰上的 不是蒋介石 我考虑出来了 蒋介石 早就开小差了 不理孙中山了 前后跟孙中山的 这种 合作的关系 或者追随的关系 我查出来 有14次之多 他 蒋介石 背弃了 他的伟大领袖 蒋介石 是一个这样的 不可靠的 一个投机分子 开小差 14次 最后这一次 这一次 蒋介石 说 跑去共患难 可是我们忍不住要问 孙中山在逃难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在身边 你在哪里 假戏都被拆穿了 可是只有在这个 这种记录里面 我们才看到 有趣的一个反问 就是 为什么当时 你爸爸在上海 而不是在广州 所以律师 要这样看 才能看得懂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会觉得 被他们骗了 这就是我理要的重要 就是我能够查出来 蒋介石开了小差 开了14次